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台湾总统很大 但是我们有言论自由嘛 有批判的权利啊 只要是我们觉得理性啊 理性的探讨 都可以批评嘛 总统做错了也不要说骂了 也可以批评嘛 总统做对了也要那个帕博瓦嘛 鼓励一下嘛 按个赞嘛 等等啊 这我认为绝不签订和平协议啊 这个台湾总统赖清德这样的公开讲话 思路是大有问题的 当然要不要签 每个人想法不一样 但是我们就理性客观 就是签 有没有好处 有没有什么坏处 签不签得起来 先探讨嘛 你不能说我就是要签 我就是不签 但祈祷我不管 台湾啊 或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他公开表示 今天啊 今天的新闻啊 绝对不可能与中国签订和平协议啊 这是公开的嘛 公开的嘛 有录影嘛 那就是假不了嘛 新闻报道嘛 就是绝不能 至少还任内嘛 这未来四年不可能嘛 跟中国签订和平 就是彻底否决了嘛 这个天子皇帝总统啊 跟一般人 君子一言 四马难追嘛 讲出的话就泼出了水 就是 就算数了嘛 那这样的发言是不是理智 是不是有盲点 还是政治作鉴啊 我们先看新闻大概情况啊 就是标题是赖清德台湾的总统 或中华民国总统啊 绝不可能签订和平协议当然跟中国啦 或跟中共 靠实力要确保和平 没错啊 和平要靠实力确保啊 但是 这是第一个逻辑错误 靠实力确保和平 就不需要和平协议 有这个道理嘛 那签订和平协议会不会加分嘛 我们讲加分嘛 靠实力没问题啊 但是来个和平协议加点分 有没有什么不好 也没什么不好 但是 在很多的观念里面是扣分的 哎 那就奇怪 我跟你签个和平协议 两个人打架 打一打 说 你也累了 我也累了 我们不要打了吧 我们和平一下 扣分 这个字的问题就很奇怪嘛 或者说 啊 这个一定是木马土生气 这个和平协议一定是坏 那你就没有签了 还没有签 你怎么说 这一定不好嘛 两个人打架 两个说 啊 不要打了吧 我们来和平一下吧 旁边 啊 不行啊 不能跟他和平啊 不能说不打了 你只要跟他说不打 他又会打你 就是跟你在旁边散风点火 内容啊 其他的不重要啊 重要就是反正参加一个活动啊 重点就是说 他强调 台湾绝不可能签署和平协议 什么理由呢 很简单嘛 那一支协议 当然是书面那一支嘛 靠不住 那你怎么知道靠不住呢 协议就是国际协议啊 不管是国内 还是算国际 这应该算国际吧 美国也会看啊 俄罗斯也会看啊 英国也会看 法国也会看 全世界都在看啊 这签一定全是大新闻啊 搞不好签了以后等诺贝尔和平奖啊 那你怎么说靠不住啊 那就一样嘛 两个公司签 突然有个说 不要跟那家公司签啊 也不要请律师啊 律师也不用见证啊 也不用提供法律 那个靠不住 那律师说你什么东西啊 我是律师耶 我们讲法律耶 你还没签 你怎么说靠不住 这是 会不会太武断呢 你签下去嘛 签之后也许对方会反悔嘛 那反悔 自然大家会看嘛 要靠实力 确保和平 当然实力确保和平 百分之百对啊 可是 都签一个和平协议有什么不好 然后 这些后面没什么 然后 他讲 这一段是绝对没问题啊 蓝清泽表示他身为总统兼三军统帅 三个使命 第一个 海外国家主权 绝对 不容许外来势力侵略特别 也绝对 第二个是强骂国防 经济任性 守护全国 人的身家性命 的安全 这百分之百对啊 第三个是与民主阵营 站在一起 欧美国家也对啊 共同发挥威慑力量啊 让独裁者不敢情绪妄动 以备战 打到备战 那是百分之百对啊 全宇宙讲都对啊 这一段没什么 然后 重点是 他说 台湾绝对不可能签和平协议 靠实力才能确保和平 这个就有问题了 和平协议不能确保和平吗 也可能对方会反悔啊 也可能签不成 那签不成就签不成嘛 至少我有签嘛 我想去签嘛 那你对方反悔 那美国也会讲话 英国也会讲话 我们自己也会讲话 那你就是 你没有签的时候 你讲什么都没有 你签了以后 中共反悔 中共不老实 啊 这个这个 这个没有造企业 那全世界就骂死他了 那公理就站在我们这边嘛 所以这句话 逻辑大有问题 而不是靠一张纸 协议得到和平 那这样所有的 那都不要签约了 这国际这个公司啊 一般公司啊 政府之间啊 一大堆协议啊 合约啊 条约啊 都不要签啊 都是一纸协议啊 这话讲讲也 失之武断啊 那是靠不住的啊 那这个是搞不懂啊 总统政府已成立全民防卫任性委员会议 每三个月召开会议 是因哪一天哪 中大陆真的无敌犯来 洪水真的也能来的时候 临危不乱 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不只保护自己也保护自己 能帮助他人 让政府去运作人民持续 这就吓死人了 一般我们就说是国防部的事情嘛 一个军政一个经历 要么国防部嘛 要么参谋总长嘛 就军方的事情嘛 那中东府 你又成立一个全民防卫任性 全民就是说老百姓叫全民嘛 包括你啊 包括我嘛 小孩子算不算人民也是嘛 当时公民人民 老太太老阿伯算不算 那全民就全部都算了 但你也可以说全部公民好吧 就算全部公民嘛 小孩子老人家神经病啊 病患不算嘛 成年人 身体健康的 吓死了 他说我在做生意啊 我是家庭主妇啊 全民没有说只是男的吧 女的也算全民嘛 那家庭主妇说 我那 我也不会开枪啊 我就每天上班煮菜 照顾小孩子啊 你搞一个什么全民防卫 还要有个任性 这不听下大乱啊 一般的观念嘛 老公如果犯台 那只军人上去嘛 那我们就躲在后面嘛 如果打来再说嘛 你这个搞一个全民防卫 那就家庭主妇也算了 学生也算嘛 搞不好小孩子也要算了 观众比较全民 防卫 我们要防卫 他就吓死人了 这个真的会吓死人了 那当然也许也许说啊 我们教育一下 可是一般老百姓就是很脆弱嘛 我就是 我就男的上班嘛 这个有的太太也上班啊 或者家庭主妇啊 或者不一定有工作 就是我就在家 看件事嘛 烧饭嘛 整理家里嘛 跟亲戚聊聊天 就这样子啊 你就跟我搞一个 防卫 哇一般老百姓什么叫防卫啊 他是要拿刀啊 拿枪啊 还是要去上课啊 还是要家里放个手榴弹啊 放个AK47啊 还是放个什么布箱啊 还是要使用弹药 这什么东西啊 这老百姓完全搞不清 可是已经成立了 三个月召开一次 因应劳工饭台的时候 那饭台不是阿平哥上去吗 打得过就打得过 打不过打不过 那你全世界打仗 有没有说老百姓也上去 老百姓要么就投降嘛 打赢那最好 打输那就投降了 我自己要去抵抗 那不管叫什么 不只还要保护自己 用什么保护 用枪吗 政府要配枪吗 配手榴弹吗 还教你用吗 不管怎么保护自己 你不能拿菜刀保护吧 还要帮助人家 还不够 还要帮助人家 还要帮助政府有幸运 说人家说 我就缴税金给你啊 就是你政府国防部 军队上去啊 我不但还保护自己 我还帮助他人 我还要让政府有幸运 搞什么东西啊 还人民能持续生活 这脑袋是不是大有问题啊 这离谱到了极点啊 这段倒没什么 这段倒是念一下啊 就是国民党立委 他批评啊 这个民进党坚持啊 抗中保台 却持续害台 啊 因为最近传出 美国啊 对台经元 这是不要钱的啊 但是你 你不能说不要钱 就把飞物丢过来 你不要钱还是 你说中古的 旧的没关系 但至少开用嘛 不要发霉嘛 不要都烂掉嘛 最近传出啊 美国对台经元啊 没有错是不要钱 没错 可是变成清仓废品 啊 这新闻也有嘛 这都发霉了 不能用部分弹药过期 防弹背心 潮湿发霉 那现在政府却照单全收啊 采购美国军机一再拖延 钱要先搅啊 钱不能不搅 当然钱不可能一次搅啊 分歧啊 钱要搅啊 军机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嘛 一手交钱 可是我一手钱先给你啊 当然是分批给 但你军机不给 没有说不给 拖延 拖延就是晚给嘛 晚给也是不给的一种嘛 那现在信心好话之间 应该先好好检讨当年军备问题 才能达到啊 备战以逼战的目标啊 啊 这民党立委 他也质疑啊 啊 那今天不能逞一时之快啊 害死台湾百姓啊 讲出这番话 两岸关系确定就会 剑拔弩张 有你说绝不签订嘛 那老公就捡到枪 又要讲一堆话 一定要讲到那么明确吗 你不讲会死吗 不讲不行吗 不要讲吗 尤其两岸关系要发展 不管对方怎么样 就算中共是土匪流氓 你也不要刺激他嘛 你就知道他土匪流氓 你不要讲话嘛 可以不要讲话嘛 这个很多就是逞是非嘛 所以这个还是建议啊 赖清德不需要讲到这样的话 尤其国家人手 元手来讲不太妥当 当然民党立委说 好啊 讲的好啊 非常认同啊 肯定啊 讲的全部都对啊 这是新闻嘛 那我们来看看 来理性看一下 如果有可能跟中国或中共啊 签订合并协议 那台湾要不要签啊 要不要签啊 当然 要不要签一回事 能不能签得起来一回 又是第二回事 第三回签下去以后 会不会有人反悔啊 这是第一个 会不会签啊 就是应不应该签啊 然后会不会签啊 有没有效啊 在台湾内部 当然很分歧嘛 台湾什么都分歧嘛 也就是赞成跟反对者 都大有人在 而且双方各之一词 哇那就没得谈啊 工作工友力 博说博友力怎么办 也都真正有词了 赞成就当然应该签了 不赞成就当然不应该签了 那怎么办 但是我们就是世界上 有理智这个东西嘛 那就是说 大家讨论 就是很简单嘛 也不要说赞成反对 就是对我有好处 当然坏处是 也一定会有 怎样好处大于坏处 就可以干了 如果坏处大于好处 就不要干 如果两个一般一般 那就那就 那就无作为了 那就战胜反对 都有人讲 那就麻烦一点啊 但是你说 两个都百分之五十五十 比较少了 一般就说 利大于弊 或弊大于利 先搞清楚这个 好处多就干 坏处多就不要干 就很简单 那要有理智嘛 你不能用意识形态嘛 如果用理智理讯看这个问题 至少我们先搞清楚 集体啊 先把思路脉络啊 先搞清楚啊 比较可以客观的思考 所以人啊 理智很重要 最怕就根本不用脑筋 最怕什么 最怕我就很直觉的想 我想怎么想的 根本不用脑筋啊 我就觉得喜欢讨厌 另外就人于意语啊 名嘴说什么 我就听什么啊 或者有些人我信赖 想什么听什么 自己不判断啊 最怕这个 这几个东西是核心问题 就是 签和平协议 是不是就是卖台啊 如果是卖台 那当然不要签了嘛 签的就是沈金兵啊 签进和平协议 就两岸统一嘛 如果两岸 那吓死谁要跟中共统一啊 那就不要签了 那跟两岸统一 吓死人了 选举都没了 割酒菜 谁要统一啊 没有人 台湾我看 很少人吧 那我也反对统一啊 统一之后 那哪有好日子过啊 可是等于两岸统一嘛 如果他不等于两岸统一 你不能说 他是就两岸统一啊 签订和平协议 台湾就要放弃 军事防卫力量嘛 如果要放弃 那当然都不要签了 可是 他有说要放弃嘛 有这个规定嘛 签和平协议啊 跟保存防卫啊 能力冲突的嘛 如果是冲突就不要签了 可是他真的是冲突嘛 他不能加分嘛 不能相辅相成 所以不要一厢情愿 就是这样子 签和平协议是目玛图成 如果是他不要签嘛 可是他是嘛 签和平协议一定是不平的条 那不平的条 那不平的条 就不要签了 可他一定是嘛 因为根本没有签嘛 签字还不要说签啦 签字就要谈嘛 那谈根本没有谈 你要双方先 先沟通一下 然后谈一下 然后再来正式谈判 那远的很的 什么都没做 一定不平的 一定木马图生 一定怎么这个那个 那你跟他去买苹果 买梨子 你还没有花钱 没给钱 你就说那苹果坏掉了 不好吃 那老板说你看 外面漂亮 那你说 外面是什么不错啊 好看 里面一定烂的 那老板就说 那你又没打开 你又没咬一口 不用咬了 就是烂苹果 那这样子就不理性嘛 然后签和平协议 他有个现实利益 什么利益 他会讲啊 和平协议有一个关键 还有和平协议 有一个无形的推理 这几个东西 这都尝试了 只是说一般人 不会有脑筋去思考 先第一个啊 签和平协议 是不是就是卖台 从致命上来看嘛 和平 就是和平嘛 就不要战争嘛 卖台 把台湾卖掉 送给中国党 那还得了 千刀万剐 猪九竹啊 杀掉 可是 有没有人说 和平就等于卖台啊 这和平 就和平嘛 卖台就卖台 这两个是等号吗 应该不是吧 所以 签和平协议就是卖台 要卖台 所以签和平协议 这是什么逻辑啊 从实际上来看 签和平协议 就等于是把台湾封策给中国 或中共嘛 字也不一样嘛 字面上和平 跟卖台有什么关系 实际上嘛 我签个和平协议 所以台湾叫送给中国大陆 那是谁要签啊 有这回事没有这回事啊 我只是不要战争啊 但是我没有说我不要战争 我就台湾送给中国大陆 没有嘛 那有人说就是送给中国大陆 那你是平安一点啊 你是签了吗 你是谈了吗 好像没有这样讲法嘛 国际上好像也没有哪一个大国啊 认为两岸签议和平协议 就是把台湾送给 或者卖给中国大陆 没有吧 美国也没说台湾嘛 你就跟大陆谈一下嘛 坐下谈谈 签个什么协议啦 签个和平啦 或怎么样的 你就要卖给他 你就要送给他 美国从来五六十年 现在从来没讲这个话了 那为什么有人说 签和平协议卖 怎么卖嘛 台湾有军队嘛 有警察嘛 有勤制单位嘛 怎么卖嘛 台湾有几个人 想要跟中国大陆一起生活和平 没有嘛 太少了嘛 第二个 签和平协议就两岸统一嘛 这两个有什么关系啊 假如有朝一日啊 乌克兰跟俄罗斯打了三年了 受不了了 那统一双方停火吧 不管是暂时永远啊 就停火吧 受不了了 或签个和平协议 就签个和平受不了了嘛 尤其乌克兰也 死不少人 刘弥斯说更多 俄罗斯金元也死不少啊 也快挡不下去了 希望中共帮忙 这时候受不了 来签个和平协议 然后这时候如果有些台湾人就说啊 台湾人啊 说啊 因为同样的逻辑嘛 哎呀 乌克兰跟俄罗斯啊 要签和平协议 那就是乌克兰要跟俄罗斯同意了 那怎么这俄罗斯也笑死啊 乌克兰笑死啊 乌克兰笑死啊 美国英国都笑死 搞不好连中共都笑啊 那国际协议会笑得大呀 人家受不了了 要停火 不要战争了 然后台湾 有一些台湾就说啊 乌克兰要跟俄罗斯统一了 这两回事嘛 如果这样是两回事 那台湾跟大陆啊 谈一谈 要不要签个和平协议 就说啊 就是要统一了 这差太远了吧 和平协议啊 是和平协议 两岸统一是两岸统一 这两个天差地比啊 能花上等号嘛 可是很多人相信 很多台湾人相信 那签和平协议啊 台湾就要放弃军事防卫嘛 如果两岸签订和平协议啊 台湾就要撤掉三军嘛 那这样就不要签了 那吓死人了 当然不要撤啊 那如果中共说你要撤掉三军 我才跟你签 那就不要签了 那就跟全世界讲说 你看我是有心跟中共啊 我们说不要战争 结果他要我撤掉三军 那我们不是绑起双手双脚给你打 那美国要揣甲啊 老公你也过分了吧 要撤的话可以啊 中共你也全部都撤掉三军啊 中共可能嘛 不可能嘛 那你中共都不能撤三军 要台湾撤三军 不可能嘛 不合理嘛 就不能再像美国 购买武器 有规定说签和平协议 美国就不卖咯 台湾就不能买 那就不要签了 听你像这种事情嘛 和平协议只是不要战争啊 国际街有没有和平协议是 的内容啊是 要求一方 或双方都要撤掉三军 和平时不要打仗啊 没有说三军要撤啊 两回事啊 签和平协议跟保存啊 国防啊防卫力啊冲突了吗 有人说冲突 这怎么会冲突啊 保持或增加国防实力 当然是抵抗敌人有效的手段啊 但是有没有说签和平协议 就国防预算就不给了 战军撤掉了 我们就不要国 没有嘛 那这样全世界哪一个国家 敢签和平协议 和平协议一定是 与国防实力冲突吗 不一定吧 而且两者应该是不要冲突的嘛 就不能够两者相辅相成嘛 我有实力 然后威吓你 你不能打我 但是我又有一个和平协议做保障 那不是盪上开花吗 加分吗 相辅相成吗 为什么一定是冲突啊 签和平协议是不是木马屠城 世界上有没有哪一个和平协议 是允许生效 条约生效以后 准许敌军入境啊 你木马过来啊 处杀我啊 我们签和平协议 你解放军就该来台湾 不可能嘛 那叫谁敢签啊 或者完全放弃自己的防卫力 不可能嘛 签和平协议一定是不平等条约嘛 因为和平协议也可能是不平等 也可能是平等 因为没有签嘛 没有谈嘛 那如果对方要求不合理 就讨价还价嘛 而如果对方不肯 一定要这样子 那就不要签嘛 拍拍屁股 回来嘛 不谈了嘛 全世界还有国际社会嘛 还有联合国嘛 还有美国英国嘛 如果是很简单嘛 如果是不平等条约就不要签嘛 那至少说哎 我要签 可是你看老共无理吧 美国也说哎呀 那当然不要签 我美国也不可能签嘛 人家就没话讲嘛 而且还可以像国际招式嘛 中国或中共的要求都不合理 可是万一呢 万一呢 万一居然 用个引号 居然 万一居然是 平等互惠 这几率也许 10% 20% 不知道啊 可能不高 但是居然是 那理论上也不是 完全不可能嘛 那干嘛不签啊 反正多一 多一重的保障 有什么坏处 因为你还没有钱不知道嘛 啊 世界上的事啊 最怕就遇事离场 也就是事情根本就还没有做啊 就先想出些负面东西 这也是大家常说啊 积极的消极啊 公司也是嘛 老板交代一个使命啊 啊 比如先交给一个一个 啊 比如说交给 两个使命 交给两个啊 两个干部 啊 两个差不多的事情啊 一个干部就说 好老板啊 这事情是有点难度啊 但是你放心 我带着我工作团队啊 我的部门啊 好 老板你说 两个礼拜做好啊 我就记得 最好两个礼拜之内啊 我们 排山倒海 我们全力完成 使命必打 老板就听得高兴了 啊 接下来就看你 有没有认认做 另外一个就不一样 另外一个就 哎呀老板 这太困难了 这事情太复杂 不是你想那么简单了 我们的人手不够啊 事情复杂 对方的公司啊 很难搞啊 哎 讲一大堆 老板一听就没气了 前面那个说 啊 两个礼拜 可以 我们今天做啊 你这个怎么 根本时间没讲 就讲啊 这是乃路登天 那你说 接下来 哪一个经历会生的快啊 老板喜欢哪一个啊 两个和平协议啊 连影子都没看到 然后就先说一大堆负面东西 因为你根本没有做嘛 如果做了以后啊 比如说啊 如果老共要求不合理啊 如果是国民导执政说 不管怎么合理我交到钱 你可以把他骂臭头啊 你可以批评他啊 你可以骂臭他啊 但是根本没有做嘛 而且在民导执政嘛 你自己去谈 你民导怎么不会卖台吧 还没有做 先说一大堆负面东西 那民导要不要和平嘛 那和平就签个协议有什么不好 那如果条件不好就不要签啊 真相大白 那就老共无理啊 那你还没有签 就讲一大堆东西 这样算理性嘛 签和平协议 它有一个现实的利益 这个很多人不了解啊 一般人可能认定 和平协议就是不要战争 这个很简单嘛 但是啊 有一个特殊情况 就两岸数十年对峙情况而已啊 和平协议有一个很特殊的功能 就它其实也是中战协议 而和平就是本来没事嘛 更不要战争嘛 和中战就本来有战争咯 这样停止战争咯 终嘛 终端嘛 结束嘛 结束战争 那你说有嘛 两岸有战争吗 那老共啊 飞机造台啊 船造台啊 也是 准战争嘛 如果接近台湾 本土 所以两边不一样 因为老共啊 因为中共啊 一直认为历史上的国共战争 并未结束 有啊 在大陆说打了你死我活啊 可是你说那几十年前的事啊 可是来台湾还是打 八二三炮战 古临头大劫 那你说那也是很多年前的事情啊 可是 很多年归很多年啊 可是老共认为啊 没有结束啊 因为你战争要有成败嘛 要有胜败嘛 胜败就递绝条约嘛 要么就是没有结束啊 但是啊 签订一个和平协议或者中战协议嘛 可没有 就当初就没有 而八二三炮战啊 至今啊只是停战 是中共认为 或者我们俗话讲 中场休息一下 下半场要打嘛 中场休息比如说半个小时 二十分钟 可是怎么搞了两三个小时啊 可能停电嘛 停水嘛 有球员受伤嘛 还是地震嘛 我中场休息啊 搞不好改明天打还不一定啊 但是还是要打 下半场没打 并不表示战争就结束了 所以这个就很麻烦了 阿米纳就说关我屁事 可是老公就觉得 我当初 八二三炮战鼓励头大街的时候 我就打台湾啊 会打金门啊 那时候也是很多台湾人啊 我就打了 那现在是换米纳执政 可是我们的战争没打完啊 没打完啊 所以有些战争打了很久 英国还有英法还有百年战争 那百年战争刚打的时候啊 到时候父亲已经老了 死掉 爷爷死掉了 老了 儿子孙子说 关我屁事打百年啊 儿子孙子说 这这这 打百年 这关我屁事 你是跟我爷爷跟我爸 就打百年 就打百年 没完没了 打了一百年 百年战争 英法马利上就有嘛 这个跟儿子孙子有什么关系 就打 因此和平协议有另外一层积极含 就是国共战争结束 这个很重要 那你国共战争结束 就是说 既然战争结束 你当然就不要绕台了嘛 就不要飞去绕台了嘛 你飞弹就转向嘛 就没有战争了 所以他有一个特殊的一个利益啊 可一般人不知道 那民党知道不讲 和平协议的关键是什么呢 和平协议简单来讲 就双方讨价还价嘛 所以和平协议要不要签 关键很重要 一般说啊 这是最重要的关键 没有什么最重要的关键 关键就是最重要了 关键还有重要的关键 不重要的关键 关键就是很重要的地方嘛 还有什么重要的关键 那还有不重要的关键 这就是双方讨价还价 买东西嘛 一样嘛 谈得懂 你去买蔬菜水果啊 一些小谈判 你跟他讲价嘛 价钱谈得懂 就买嘛 商业上就订个合同或合约嘛 谈拢了嘛 那一旦经过一个议价嘛 过程嘛 如果谈不拢 就一拍两三 没关系嘛 我就谈不拢啊 就没关系啦 天底下有没有规定说 台湾如果拒绝中共的条件 中共就可以合法无一番 不可能 没有嘛 所以和平协议的关键就是 双方谈一谈嘛 那谈什么呢 那重点就是我要什么 你要什么嘛 那这和平协议 就不要战争 不要打仗嘛 然后看看是 50年 普遍 100年还是 一辈子不打 终生不打 无限期 都可以嘛 去谈嘛 那重点就是 你老公你要什么 我台湾要什么 那双方谈嘛 那台湾当时 你不要打我 我跟你没关系 那老公 就开条件 哎呀 我这个一国两制 然后都不同意 就双方去谈嘛 一开始一定谈不了 所以 如果哪一天真的谈和平协议 你不可能三五个月谈 就不可能了 搞不好一年两年谈不起来 搞不好至少三年五年或者更久 那双方差距太大了嘛 但是 但是 坐下来就是 你要什么你讲 我要什么我讲 那我一定不同意你嘛 你也一定不同意 这是正常嘛 那然后 你要不要退一步嘛 那如果中共说 我是一步半步不能退啊 这个 你台湾全部退 那就回家啦 你就不要谈啦 可能在华盛顿谈啊 可能在东京谈嘛 因为你不能在北京谈嘛 也不能在台北谈嘛 在第三国嘛 或在新加坡谈嘛 谈的时候 说嘛一定都 满天要价 然后后面呢 就就地还钱嘛 然后看双方 可不可以各退一步嘛 那退到最后 不可以 谈不拢 就不要谈嘛 但是国际也会看嘛 也会看你中共要什么价嘛 台湾要什么价 合不合理嘛 那最后双方怎么 双方怎么退也会看嘛 所以 这个当然都在眼里嘛 如果中共无理 大家就会骂中共嘛 如果是台湾太顽固 也会骂台湾嘛 就是 就逃价还价嘛 但是你根本还没有讨价还价 你就说绝对不可能 那就不太消极 然后和平协议有一个无形推理 这也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际主流社会啊 在两岸关系上 他其实偏袒中国和中共 当然 他心里是偏袒台湾 可是 表面上是偏袒中国和中共 这跟卡特政府有关系 就中美断交 中美建交跟台湾断交 因为台湾以前叫中啊 现在都叫台 跟卡特政府有关系 但是 那时候也不是说 卡特政府就喜欢中共 中共 或中国 而是那时候 那个时候 美国的主要敌人是 苏联 美国也不喜欢中国 可是因为可以拉中国去对抗苏联 所以 中美建交 要给好处嘛 所以这个关系 并不是说卡特政府喜欢中国 而是说 怕死 冷战时期怕死俄罗斯 所以希望拉拢 中国去围堵 对抗俄罗斯 结果现在又变了 现在又变成 俄罗斯变比较弱一点 现在又变成 中国是 是最大的敌人 误患心意啊 变了 好了 但是 卡特政府那时候 中美建交 整个美国外交政策延续到今天嘛 到现在开始变了 从 川普就开始变了 所以川普是位好总统 川普很聪明 做事基本上对啊 就是那个嘴巴管不住啊 吃亏 那又最著名的啊 就美国你看嘛 从几十年前到现在 到现在没有变了啊 以后别人不知道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那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中国啊 中华民国中国 都可以简称中国啊 可是只有一个 只有一个 而且不用讲了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不是中华民国 就事实上只有一个中国啊 就中国大陆 因为土地大嘛 重点 这个就是偏袒啊 台湾中国的一部分 那就不用讲了 实际上只有一个中国 所以中华民国等于无效了 那时候 那我就台湾嘛 不管有没有独立 那我台湾 我自治嘛 不行啊 台湾中国的一部分 那中国的一部分 就收回去嘛 所以老公也说 谢谢你美国啊 你不是说实际上 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中国的一部分 那我拿回来说不对啊 你叫什么叫啊 那这什么意思啊 这台湾应该与中国统一的嘛 这美国讲的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啊 还是一中政策嘛 台湾中国的一部分 这美国人常常叫的嘛 那那不是偏袒中国啊 那就是两岸统一嘛 啊 但是 另外一个重点 就基于两岸 它事实上又是分支啊 台湾有国防外交等等 啊 这也是事实嘛 就是表面上 美国说啊 你们就是一个国家了 你看 实际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一部分 那不是一个国家 但是事实上你分支了嘛 美国当然是跟台湾比较亲嘛 啊 因此美国希望两岸 以和平的方做下去 就说两边谈吧 啊 我也没立场 但我就希望你谈 啊 谈你们要怎么样 要合不合啊 要怎么 反正不要战争了啊 但重点是啊 美国他不会预设 啊 这个两岸台湾时间表 没关系啊 你到你儿子那一代谈 到你孙子谈 我都没意见 我们就等嘛 但是要谈 当然是快一点比较好 啊 但是我不预设立场 啊 院子的干涉那一阵 可是如果有一方表示 我绝对不谈 那就不行了 你可以缓兵之计啊 你可以讲一大堆啊 现在我很忙啊 没空谈 都可以 没问题 可是啊 就像这个父母 跟儿子女儿说 你们吃外面啊 吃吃饭吧 这儿子女儿说 哎 我们最近工作比较慢了 忙啊 我要出国啊 恰功啊 我最近这一礼拜没空 没关系啊 甚至一两个月没空都没关系啊 你忙嘛 年轻人忙着做生意嘛 赚钱吧 可是儿子女儿说 不 我绝对不回家吃 那问题就大了 可是如果有一方表示 我绝不谈判 哇 那就不行了 你可以拖啊 你跟不谈啊 你耗时间没关系啊 你说我忙没关系啊 但你不能说不谈啊 那不谈是永无宁日啊 那就会被视为麻烦制造者 这以前李登辉 这个陈随便都被 美国视为麻烦制造者嘛 蔡英文就乖嘛 就美国就喜欢嘛 好像赖金人上来 又是麻烦制造者 在台湾或中华民国总统 公开表现公开啊 表示啊 绝对不签订和平协议 是不是代表 台湾就被美国再度 从这个 当然最早是 从那个 蒋介石 就被美国视为麻烦制造者 然后威权时代结束以后 第二个就是 李登辉 第三个就是 陈瑞扁啊 现在 马英九不会嘛 这个 蔡英文 美国也喜欢嘛 第四个就是 赖金人 麻烦制造者 最后啊 目前国际局势啊 因为最近变了嘛 所以 二次大战之后啊 俄罗斯啊 不是啊 那个 德国啊 意大利法西斯挂掉了 就变成了冷战嘛 美国美苏对峙嘛 然后美国拿这个中共去跟中美建交去制衡俄罗斯吧 现在又变了 又变了 俄罗斯 力量变小了 现在又变成中共是美国头号大地 所以变了啊 所以欧美主流社会已经越来越对中共啊 或中国感冒了 你现在是我第一 第一对手 第一敌人 正在联合美国英国啊 甚至联合国啊 设法处理中共 贸易制裁啊 金片禁止啊 出口到中国大陆啊 这个 冻结啊 你中共一些官员 还有香港的官员啊 的资产啊 就想办法处理中共啊 这时候 就这时候啊 美国说 我真的想办法处理中共 这时候台湾中共来了 来了一句啊 绝不签订两岸 和民协议 完了中共又捡到枪了 所以大家说 蓝英文以前说捡到枪啊 中共也可以捡到枪啊 哦你看你看你看 有话讲啊 美国你也说一个中国嘛 中国 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嘛 希望两边坐下来啊 谈一谈嘛 你看台湾这边说不谈啊 他公开的说不谈啊 决不签你两岸协议 来你美国给我一个交代 美国投票很大 所以中共如果公开 或私底下又找他这个 驻华盛顿的大使啊 或者找那个美国驻北京大使 你看来 美国你不是最喜欢的吗 介入两岸事情 来你给个交代 台湾总统说 绝对不签两岸 和平协议 美国讲讲话 你的那个国务卿讲讲话 你的美国总统讲讲话 你的军方讲讲话 到底怎么办 是不是违反 违反你美国的 多少年的一中政策 剪刀枪 那美国怎么回答嘛 美国能讲对 那今天讲的对 就是不要跟你和平 讲不出来嘛 对不对 所以美国头也痛啊 所以如此 对台湾在国际间的情势 是有好处还是坏处 我看绝对坏处大嘛 会不会怎么样 不一定 可是美国就是 你说你小子 刚上来没多久 这都搞的 你说你内部搞什么事 我不管你啊 你现在 你嘴巴能闭一下 你这时候 我再处理中共的问题 你又来一个绝不清理 两岸和平协议 老公就找我去问话 那我要怎么回答 就很累啊 然后再加上前面 你要说 务实台独工作者 不管美国心里 站不站在台独 台独 台面上 他不可能支持台独嘛 所以这个 这就很麻烦了嘛 所以这一集标题就说 绝不签订 和平协议 台湾总统讲这个话 这思路可能有问题啊 一方面自己的思路有问题 一方面对国际局势 几十年来等等情况啊 最早就任性嘛 顽固嘛 就是脑子一头热嘛 就是预设立场嘛 就是有这些东西嘛 所以不管是搞外交 或者政治或怎么样 你要灵活嘛 灵活嘛 就争取最大利益 争取国家利益 争取老百姓利益 而不是说我要怎么样 就怎么样 赖清德就是很顽固的一个 看起来就是这样子 那台湾怎么样 不知道 继续看下去 天佑台湾 这一集这样子